欢迎回来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中欧光伏贸易争端的最新的消息 去年以来中国光伏产业陷入了漫长的寒冬期 产能严重过剩 企业全面亏损 昔日龙头无锡上德更是宣布破产重组 可是这乌漏偏逢连夜雨啊 最近欧盟计划对中国出口的太阳能光伏产品征收零食 反倾销税 这一旦开征惩罚性的关税 这或将成为压垮中国光伏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然而光伏业的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开征关税对欧盟国家来说是利还是弊呢 中欧双方应该如何避免走向双输的局面 那么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的记者采访了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陶光远 欧盟委员会分别于2012年9月和11月 启动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涉及中国企业对欧盟出口金额高达210亿欧元 5月10日 计划对进口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平均税率为47%的惩罚性关税 5月24日欧委会举行了成员国征求意见投票 据新华社报道 有包括德国在内的至少14个欧盟成员国投了反对票 但这一投票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 欧委会推动征税计划的态度依然强硬 北京时间6月4日晚 欧盟委员会正式就对华光伏产品双反调查做出出裁 决定从2013年6月6日起至8月6日 对产自中国的光伏组件征收11.8%的临时反倾销税 如果期间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和解协议 自2013年8月6日起 反倾销税率将升至47.6% 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在宣布出裁结果的发布会上表示 临时税率将维持6个月直到12月份 此后欧委会将决定是否对中国产的光伏产品征收永久性关税 一旦征收该关税将持续5年 双方就是中国和欧盟已经在进行一个比较胶着的一个谈判的过程当中 那您怎么看现在的一个形势呢 不管怎么说就超过半数以上的欧盟国家呢 已经正式向欧盟委员会表达了这个反对 向中国这个光伏征收如此之高的惩罚性关税的做法 那可能在中间欧盟也希望中国在其他事情上做一些让步 或者就这个事情上 比如说呢稍微做一些让步 比如光伏中国能不能自我加一些限制 或者在价格方面 或者说是不是交一点关税 或者是数量上会不会有一个限制 就像当年纺织品一样 可能就到12月份 中裁的结果就是不交这个惩罚性关税 现在也有专家在表示说 其实这一次的欧盟的理论依据 就是欧盟裁定的理论依据 其实证据是不足的 这次是证据最足的 就是说呢 中国呢 这个企业 你卖过去是有一个价格的 你这个价格呢 有一些是低着下人的价格是有的 第二个呢 最主要的是呢 就是关于给中国光伏企业的补贴 你只要看一看 现在的上德倒闭 把政府把这个银行多少贷款贷进去了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提供如此至高的担保 实际上是一种补贴行为 其实就特简单一件事情 就是光伏产业整个过剩 现在全世界的安装量 一年只有30个G瓦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3000万千瓦 结果我们现在的生产能力 至少是60个G瓦 有人说比60个G瓦还多 在某些产品某些工序方面 比60个G瓦还多 那么这是本质 那么现在就说我过剩了 过剩了以后呢 大家出现了问题 很自然的都想保护自己的产业 那么能够采取法律允许的所有的手段 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欧洲的研究机构表明说 如果裁定执行了的话 对欧洲的就业将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可能涉及到20万人的就业岗位 20万人是有可能的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呢 今天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光伏产品呢 应该说呢处理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 就是说呢 如果对中国的光伏产品进行制裁 因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最后造成的结果呢 是欧盟的损失一点都不小 甚至比中国的损失还要大 那您认为是个双输的结果吗 对 是个双输结果 我想把这个问题啊 我们往清楚里说一下 我们看看这个 把一个光伏发电系统装上去 这个整个的这个成本构成是什么 在这个中间呢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经济因素 那么首先第一点 我们看在这个光伏系统里 光伏板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光伏电池板 或者有的人叫光伏模块 那么它在整个的成本里 过去在价格比较高的时候 占到百分之六七十 现在的话我认为现在连百分之五十都不到 特别是中国的产品有便宜 百分之五十也不到 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呢 有逆变器 有工程的施工 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配件 电缆 这个接入等等 那么其他的百分之五十 大部分都是在当地国发生的 其中呢 逆变器呢 是由这个德国生产的 即便是在这个不到百分之五十的产阶段 值的光伏板里面 那么我们也看一下 多金硅部分 那么中国的这个出口 欧洲的这一部分 大部分使用的是欧洲的多金硅 那如果中国光伏板减少了 那么整个光伏系统的价格要上升 上升以后 安装量会急剧下降 那么受损的呢 所有人都受损 欧盟如果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 征收关税 对欧洲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 或许有益 但损害了整个欧洲太阳能产业的利益 据陶光远估算 欧洲所受损失 会占到涉案总产值的70%以上 而中国相关产业所受损失 反而较小 最多达到30% 第二个因素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 现在的光伏呢 还没有达到它的成本价 也就是说它要安装 它是要补贴的 这也就意味着 在同样的安装量的情况下 欧盟要给出更多的补贴 各国政府 那各国政府又不干了 或者说呢 有些国家没有加到政府的开支 加到了老百姓的电费里 像德国是加到老百姓电费里 那老百姓也很着急啊 你这个加了以后 我的补贴就要增加 我的所有的电费就要涨 我所有的工业 所有老百姓生活 都要受到影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最后算的结果呢 是过去叫杀敌3000 自损800 如果欧盟这次制裁的话呢 就是杀敌800 自损3000 这个非常不利 这两败俱伤 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只有对话协商 才有助于中欧双方解决问题 不过对于中国光伏企业资深来说 摆脱危机的最佳方式 是拓展国内光伏市场 扩大内需 以此摆脱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